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7月1日晚 今早早上我拍了一段視頻 分析《國安法》的詳細文本 已經放在Patreon上 下午時期我剪了一部分精華 放了上YouTube 其實《國安法》還有很多東西值得補充 這裡略說一說 第一 大陸自己的說法 張曉明 廣澳辦副主任 當然他說的話是有矛盾的 他說引起憎恨這個問題 他就說831 這個例子遙傳831有死人 有機會引起憎恨 但是 下午的時期 鄭若驊 他就是清楚說出的 這是要跟上面的原文一定要連結 才會有法律的追究權力 上面的條文就是要勾結外國勢力 而做一些非法的行為 而引起憎恨 這是原文 其實今早上我一段視頻也是這麼說 鄭若驊也這麼說 所以張曉明很明顯 就是沒有看到原文的 我也相信 因為以他的官階 他也可能是昨晚 跟我們同一時間收到這份原文而已 所以第一 他對原文不熟悉 第二就是 當然了 因為人大有最終的解釋權 所以其實 怎麼解讀原文呢? 最終是沒有意思的 但是我認為以中共過去的做法 也會有一段墨月期 一開始他也會嘗試克制 日後變成怎麼樣呢? 之前我說的路徑依賴已經有解釋過了 這是第一點補充 第二點補充就是 張曉明說 一國一制的話 不如直接搬這個法律 不需要另外寫一條法律 這是大陸的說法 但是全世界不是這麼看的 當然了 中國找了很多一帶一路 非洲阿非拉兄弟國家 他們就說要支持國安法 但是那些國家在香港極少持份 當然了 重慶大廈有很多尼亞的兄弟 但是那些尼亞利亞的兄弟 很可能支持國安法 但是對香港的經濟未必會有一個直接影響 現在歐盟28國集團 包括英國 美國加拿大 另外的27國 包括澳洲這些國家 加起來 因為中間有些重複 加起來應該有三四十個國家 他們佔了香港整體經濟活動裡面 主要的構成部分 外貿主要跟他們有關 包括日本 這些國家都發了聲明 不僅僅有多個國家 譬如說加拿大 澳洲 美國 都發了旅遊警示 這對香港的經濟將會有嚴重的打擊 為什麼呢? 今次的《國安法》 正如我今早所說 它是有長臂管制的概念 就是說如果你是外國人 譬如說你是一個澳洲公民 你在領土上 是有一些做法 有一些意見 跟《國安法》有抵觸 因為它有長臂管制 你只要過境香港 你也有機會被拘禁 也有機會被驅逐 正如我今早也引了例子 譬如說你是印度人 印度現在跟中國有領土爭議 因為《國安法》有領土爭議的問題裡面 你不能夠分裂國家 中國的領土爭議 如果你是印度人 你是印度商人在香港做生意的 同樣在你的祖國裡面 你支持你的國家 有機會會墮入法網 你是印度人 你會不會來香港做生意呢? 而跟中國有邊境衝突 有邊境爭議的國家是非常多的 包括日本 有釣魚台 有東海的爭議 以及東南亞 東盟十國裡面有很多國家都有的 譬如說馬來西亞 文內 蘇勒賓 越南 這些國家跟中國都有領土爭議 如果他們國家的國民 支持他們國家 或者從事一些行為 去支持他們國家 捍衛他們國家聲稱的領土完整 就會跟中國的領土完整概念有衝突 如果他們過境香港的話 會有風險 所以 其實簡單來說就是把香港從一個國際城市 變成一個高風險的城市 這些以後國際不同商界的人 他們會怎麼看呢? 這個就是 現在起碼會引起他們的憂慮 以後怎麼發展呢? 還是拭目以待 但是現在引起他們的憂慮 做生意就是如此 你覺得有風險 風險增加了 你會自己想清楚 而香港 就是它的風險 跟大陸的風險接近了 他們不如直接回大陸做生意吧 如果天下兮兮 皆為利來 他們直接回大陸做生意 去上海 去深圳 去北京 去廣州 成本可能比香港低 而且請人各方面都比較容易請到一些 所以他們去那裡發展 香港過往的優勢 已經蕩然無存了 這一點也是很明確的 關於條文的分析 我日後再有機會講 今天要講一個消息 當然有些人關心 擔心我的人身安全 這個 這個也沒辦法了 這個世界有人做譚志同 有人做梁啟超 有人做孫中山 我就簡單一點 我想做胡適而已 或者做余英時 所以我希望將思想的承傳 希望繼續做下去 所以我是不會影響到我的說法的 其實我過去的年紀 其實去年9月我還是深圳有教席 所以其實我去年一直還有講中港時事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 我會繼續堅持我要講的事情 這個只能夠如此 今天要講什麼? 講BNO的問題 BNO之前有很多版本傳出 英國自己也沒想清楚 現在想清楚了 我剛剛看完BBC BBC引述Boris Johnson的說法 這個很清楚 他清楚說到現在目前有35萬的護照 他們會獲得一個居應權 這個居應權清楚指明是五年的 之前說一年 有16個月增加到12個月的免簽證 現在清楚說明BNO holders 是可以有五年 而且它無限制地 是to live and work in UK for five years 之前我有些憂慮 譬如說 去到做生意行不行? 自顧行不行? 現在是可以的 明確決定是可以的 甚至乎退休行不行? Leave是可以的 就是你可以住五年 然後五年後 你就是五加一 申請用一年的時間 你看看你五年有沒有犯罪 你說五年有沒有什麼古靈精怪的東西 有沒有逃稅漏稅 沒有 那麼你就可以五年之後申請 正式成為一個完整的BBC 一個的 這個是五年的居應權 再加一年的入籍 就是五加一 而且你申請的期間 你一到達 你就可以申請你的配偶 你就可以接受到少年未成年的子女 作為一個居民的方法 可以享有英國的教育 醫療呢 由於你是外國人 其實他也是一個外國人 他只不過給了一個居留權而已 所以醫療方面 你要給稅 這個稅給完之後 現在就說加價 之前是300磅 現在就加價 如果一加 譬如說我來 可能一加四口 一家四口大概一年都是1,000-2,000磅 給他盡量 給了一個醫療稅 然後就可以看當地的公立醫生 也可以享用你的急症室服務 甚至長期病患者也可以享用 譬如說在當地英國看醫生 是免費的 當然配藥要淺藥 因為英國是醫藥分家 但是詳細的事情 我之前在一些英國移居講座 我已經講過了 我不詳細在這裡講 但是我覺得這就是相當幫助一些年紀大一點的人 就是23歲或以上的香港人 擁有BNO的 這是幫助他 這其實等同 好像葡萄牙黃金簽證 你要花五球 50萬歐羅 30萬-50萬歐羅 一般香港的移民公司計劃 都給你50萬 收足你50萬 買一層樓 可能一層樓根本不值錢 然後買一層樓 就要入籍葡萄牙 同樣是給你五年的黃金簽證 現在BNO Holders 就有五年的黃金簽證 所以 我們聽黨話 跟黨做 紅二代都出了歐美 所以我們也要跟著紅二三代 一起去歐美 有些人就說 你沒有國 哪有家 這個邏輯 我想講了很久 我有時候在街上看到一些邏輯問題 我也很想講的 譬如說我之前看到梁美芬說 捍衛傳統婚姻價值 捍衛一夫一妻制 我跟我老婆說話 傳統的婚姻價值 首先她在說中國的傳統價值 不是一夫一妻制 中國的傳統婚姻價值就叫做一夫一妻多妾制 所以 一夫一妻制肯定不是傳統 你不信問一下葉劉淑儀你就知道了 所以由此可見 邏輯都是混亂的 最近的廣告文宣經常說什麼? 沒有國 哪有家 這些文宣都是很奇怪的 首先 如果沒有國 哪有家 這個句子是成立的 這個句子究竟說 國是先於家 先有國家 再有家庭 不是的 我們正常人的認識就是 先有家庭 先有家庭 是不是? 如果沒有國哪有家 國家是先於家庭 有家庭才有下一代 有家庭 才有人下一代的出現 就是說國家是早於人類的出現 如果這個句子是成立的 沒有國哪有家 先有了國家 再有了家庭 再有了傳宗接代下一代 就是 國家創造了人類 他說有光便有光 他說是不是這樣? 這個邏輯上是不成立的 不是 他的意思不是這麼說的 他說沒有國哪有家 是國家是重要於家庭 國家是用來保護家庭的 他的邏輯是這麼說的 好了 國家是一個大的概念 家庭是一個小的概念 如果這個句子是成立的話 那也對 國家既然是大的概念 它是重要的 但是有沒有給國家的概念 國家更大的概念應該有 沒有地球哪有國家呢? 我們應該 如果當環境保育的問題 全球暖化的問題 和國家的利益有衝突的時期 如果根據沒有國哪有家的概念 就應該要先國而後家 先地球而後國家 邏輯上合理 地球的概念更有更大的 當然有 沒有宇宙哪有地球 所以如果當地球的利益 和宇宙的利益有衝突的時期 就應該先宇宙而後地球 哦 原來這個邏輯 其實是天人合一 也是非常厲害的 但是當然 這個文宣是一個荒謬的說法 這是很多邏輯的謬誤 很多認識的錯誤 就是來自邏輯的謬誤 這個無可奈何 我們只能夠多一點推廣這個 基礎知識的教育 希望可以幫助更多人破障 所以我的拍片 我的工作是不會因此而改變的 我會繼續努力為大家破障 有些人來質疑我 說我會不會轉軚 如果要轉軚 我早就轉軚了 是不是? 當然是不會轉軚 但是你說會不會 完全沒有顧忌 也不會 因為我有兒子小 女兒小老婆亂 所以 我不會做梁啟超 也無意做譚志同 梁啟超、譚志同我敬佩他 孫中山我也有三分敬重他 但是 我希望做一下錢穆 做一下余英時的追隨者 那麼 在這個 時代 這是最好的時候 這是最壞的時候 這是希望之東 這是失望之春 所以我們只能夠時尚保存我們的良知 保存正義 那麼 靜待時機 這個世界 你永遠不知道下一步會發生什麼事情 那麼 願大家一切平安 OK 今天講到這裡 請大家支持 給個like subscribe comment 好嗎? 拜拜